我覺得這條好像蠻ok的耶 寬的好像還比較好看 嗨大家好我是冰夢啦 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最值得投資的精品配件 為什麼會有這個主題呢 其實是因為蠻多女生應該 就是前幾個入手精品類的東西 可能都是從包包鞋子開始 可是這些東西的單價都比較高 那我在今年初的時候呢 買了KUJI的皮帶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很好用 而且質感又非常好 所以我就開啟了我 我收藏品牌皮帶的路 然後我又覺得 其實皮帶是你可以搭配每天穿搭使用的 那如果你的衣服都是買比較平價的網拍的話 其實搭配有品牌的皮帶 就會讓整個質感提升非常多 尤其我又蠻愛穿這種洋裝 或者是寬褲套裝類的東西 這類型的衣服 如果配上比較有質感的皮帶的話 其實氣質會加分 而且你也會讓衣服變得好像比較貴 那我是一個很愛買淘寶跟買網拍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的搭配方法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實用的 就是你買自己的皮帶大概會是 三四百歐左右 如果在網站上有折扣的時候 可能又會更便宜 大概可以買到三百歐出頭 或是兩百多歐左右 就可以買到很不錯的皮帶 那如果是去機場或是去免稅店的時候 也可以挖挖寶 就是找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款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三條我買過 然後我覺得很不錯很好搭配的皮帶 然後也提供給你們參考 因為我知道皮帶它是有分尺寸的 就是這些品牌的皮帶 它都是會分幾公分幾公分的 那我當初在挑尺寸的時候 其實有思考蠻久 然後又有去試 然後慢慢就是歸類出一個我覺得 比較好選擇的方法 所以想要今天錄影片就來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還會搭配幾套衣服 讓你們實際看看穿上身會什麼感覺 那第一個我先來分享的是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上禮拜買的 很快就到了 是那個Ferragamo的皮帶 然後我很喜歡它那個馬蹄的造型 就是我不太愛買那種品牌logo很明顯的 可是又想要它有特色 其實我覺得Ferragamo的皮帶的頭是很有特色 就是你知道這個品牌的人 你一看就會知道它是哪個牌子的皮帶 可是平常你沒有特別講 你就不會覺得它是名牌的感覺 我就覺得我很喜歡 然後我之前已經買過比較細的皮帶 所以我這一次就挑了它比較大一點的頭 我覺得它們的皮帶很多這種特殊設計的頭 那我之前有在澳門看過一條 它是很復古的馬化編織設計 然後我覺得女生如果穿這種素的洋裝配 然後細膏腰就會很好看 所以我剛好就看到它打折的時候有 所以我記得我好像才買300歐吧 就算是非常的便宜 因為如果你去櫃上看 可能一條要快兩萬塊 我就覺得它的質感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又很特別 又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就很喜歡 然後它是寬的皮帶 這一條是三公分的 皮質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皮質應該是我目前買的三條裡面 我覺得最軟最有質感 然後就是最舒服的 而且它是你有看到嗎 它皮帶邊是有修圓的感覺 然後皮質就是很軟很輕膚 它的孔是打這樣五個 然後因為它的皮帶頭比較寬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這一條是85公分 基本上我現在目前買皮帶 我覺得最使用的尺寸大概會是75或80 如果你很瘦的話你就大概買75 就是中腰低腰都可以搭 那你中腰頂多就是多打洞 那如果是比較正常身體的女生 或像我原身的話 我就買80或85都可以 85可能會偏長 基本上就是買80 然後再去打洞 那這一個呢 是因為它的皮帶頭本來就比較大 所以我就選85 我反而覺得蠻剛好 就是膝蓋底下的時候是ok 但膝蓋中腰這邊的時候 應該還要再去多打一個洞 才會比較合 所以我這一條應該會多打洞 因為我覺得 你買太長多打洞還好 可是太短就真的沒有辦法 你就只能送人 所以千萬不要買太短 除非你非常瘦 不然的話一般最搶水的尺寸 大概就是75、80、85這樣子 我在這個網站上買的時候 它是沒有盒子的 然後送來就是一個這樣子 簡單的麻布袋 那我通常收納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捲起來 然後用麻布袋把它裝好 收在衣櫥裡面 然後這個很貼心的是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是因為 皮帶頭比較大 所以它其實當初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另外的套子 是專門套在皮帶頭上 就是你可以保護它 就如果你要出國 或是你要長唇攜帶 你就可以把皮帶頭用這個套起來 才不會磨到你的皮帶 我就覺得 它們滿貼心的 然後我其實很喜歡這種品牌 收納袋子 因為有袋子就很好收 那你出國的時候也很好放 然後第二個 就分享GUJI的這一個好了 GUJI也是沒有盒子的 這條是我在台灣的機場買的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也沒有特別差價錢 我就剛好去剛好看到 然後我就覺得 欸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好看 因為我一直以為 它的那個GG的標誌會 會太圖豪 結果我發現它細款 其實非常有氣質 所以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它也有一個 是有珍珠的系列 就是女生如果想要優雅一點 你可以買珍珠的系列 也很美 我是買了兩公分的 然後這一條是80 然後一樣是這種 復古的五金 超漂亮 然後我是挑一個粉洛色 而且你有發現 MGUJI的皮帶 它其實旁邊都有做這種收編設計 它算是 做工我覺得很紮實 而且它也是三條裡面最便宜的 大概我在網路上看到 它有兩百多歐就有了 可是我在台灣機場 我記得我好像買一萬二還一萬六 就真的滿貴 所以就 這種精品在台灣買真的是不便宜啊 我覺得後來才發現 原來網路上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它 就可以從網路買 但它也是滿容易缺貨 所以就是 有折扣的時候就要趕快看了 那這一個呢 是細的 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搭配起來也很美 給你們看它就是真的比較 剛好 如果穿這種洋裝這樣子搭的話 你就會覺得你的腳變長 然後我就覺得 很好看 是不是就會突然間很加分 變得很有氣質 我覺得這條真的滿美的 那有一些人會買 再更寬一點的版本 配牛仔褲 或是甚至你配風衣外套 把它系在外面也是很帥 這一條有很多不同的色 應該是 棕色跟黑色跟淺裸色 是算最受歡迎 那它還有一個系列是 旁邊沒有收編 比較粗狂一點的版本 就是 真實皮的感覺 旁邊就會有一種 鬚鬚的感覺 那個條也滿好看的 我就覺得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的風格 選不一樣 你喜歡的款 那我那時候 第一條是買這個 只是因為我想要 比較低調 然後優雅一點的可以配洋妝 然後也是因為 這一條的質感真的太好 所以我就 很喜歡 然後就開始收藏了我的皮帶版 它就是用這種 他們家的袋子妝 然後不是帆布的 比較偏軟 所以其實蠻容易用髒的 眼鏡也是這個袋子 所以沒有到非常的方便啦 可是 是漂亮有質感的 我覺得還OK 然後我平常就是會這樣 繞圓的收好之後 直接放進袋子 然後把它放在衣�裡 去處理 這樣你出國什麼時候 你也可以都用這樣 然後也比較好找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 Valentino的皮帶 Valentino是我覺得 三個裡面的包裝質感 都最好的 我在網路上買 就一樣是電商網站 然後我自己 我打七折買 所以也很便宜 它是紅色的紙盒來 然後質感很好 就是很難得 在國外的 電商網站來 居然是有紙盒的 然後裡面是這樣 一樣是麻布袋 可是有他們品牌的標誌在上面 我看一下 我這一條也是買80 長這樣 他們家出了這個造型之後 我也很喜歡 就是貫徹了我 不想要很明顯有品牌logo的愛好 這一條的皮質跟前幾條都不一樣 我覺得它又更更軟了一點 然後是有一點水波紋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摸起來就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的皮質的感覺 沒有到這麼的好 就是不知道是因為它的 這種皺褶設計還是什麼 就突然間會讓我覺得這條皮帶 沒有這麼的有質感 可是Bragamo那一條的皮 是真的很細很軟 然後GOOGIE的皮就是很紮實 相比之下這一條是真的比較脆弱一點 像我這邊有用過幾次而已 我就覺得它已經快裂開了 害我用得很小心翼翼 這一條跟GOOGIE這條一樣都是80的 所以繫起來是差不多的感覺 然後一樣是兩公分就是窄款 買了這一條淺裸色之後 我就覺得那我應該可以買個黑色比較帥 那黑色買完之後 我就覺得那我應該可以買個黑色寬版 所以我最近有點想要收藏其他顏色的寬版 秋冬配衣服應該會超好看 那這一個呢 繫起來是這樣的感覺 也很漂亮 我覺得洋裝配這種都好好看喔 但是這一條有一個缺點就是 其他兩條的皮帶在最後這邊就是固定的這裡啊 後面都會有一個固定帶 可是 這一條沒有 就是Fentino的沒有 所以它是活動式的 活動式的快速就是它有可能會掉 因為我上次就是脫皮帶的時候沒有脫好啊 然後它就掉了 那這個掉了之後就會很麻煩 因為你也找不到一樣的 所以 用它的時候就要比較小心 我就會覺得 相比起來 它的質感真的是比較普通一點 做工沒有到這麼的細緻啦 如果你們想要買皮帶的話 我覺得FUJI跟Ragama的皮帶 是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買 我最近也有看到像Fendi的也蠻好看的 然後Burberry的新的一個TB的那個標誌的也很好看 那YSO最近也有出一個新的就是 一個大金扣或大銀扣旁邊有一個YSO長的 Logo的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YSO太明顯 我就比較沒有這麼喜歡 然後還有那個LOYV的也很好看 就是它的方形的那個很美的圖騰 我很想要買 但是我目前想要的應該會是咖啡色的寬版 然後還沒有找到有特價的 LOYV的也很適合送給男生 我覺得這幾個品牌的皮帶有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跟男生一起帶是OK 就是你跟你的老公男朋友可以有 情侶皮帶夫妻皮帶的這種小配件 在你們身上都是不會太刻意 可是又是日常都可以用的 因為這幾個品牌的皮帶就是 男生款也都非常的好看 那價格也都不會很貴 就很適合當一個情恩節禮物 或是週年紀念禮物 而且你不覺得送皮帶也那麼賣嗎 就是有一種每天都抱著你的感覺 我就覺得送皮帶其實還不錯 就比起送一些可能皮夾或是錶這種 比較會吃品牌的東西 其實皮帶就是一個安全的禮物 我來去換一下衣服給你們看其他的感覺 我來去換一個我最近很喜歡的這種 寬褲配襯衫的穿著 如果平常沒有皮帶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這邊少了一點東西 然後就可能有點無聊 給你們看就是有了皮帶之後 就會瞬間有沒有覺得很高級 就完全看不出來我上衣加兔子可能 五到一千塊 但是有了這個皮帶之後 就會突然間覺得你穿搭 變得很有質感 那我換其他條給你們看 就不一樣顏色的感覺 像我為什麼會買粉裸色 其實是因為我一開始買它的時候 已經是春夏天 那我就覺得這個顏色配淺的衣服 就會很好看 而且配秋冬這種大地色的風格也會很搭 所以我就第一條先買淺裸的 可是你可以看你的衣服的感覺 你看沒有試的時候就很無聊啊 如果皮帶質感不好 你整個穿搭的質感會被拉低 所以我現在覺得是不能亂買的 然後也是一個蠻好的投資 給你們看一下黑色系起來會怎麼樣 所以我就深色大概就會是這個感覺 也是OK 就是也很好看 那我有時候也會把連身褲啊 或是我自己搭的外套什麼的 加上這種皮帶我覺得 就是真的會讓你的腳變得比較長 那如果是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它可能就不太適合比較寬的 欸好像也可以欸 是不是也可以 喔 我覺得這條好像蠻OK的欸 寬得好像還比較好看欸 比較有份量感對不對 好啦 顏色還是有點太重 我覺得它其實是比較被我拿來想要搭外套的 我來去拿外套試試看 我當初心裡想買這條的感覺 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想要把它繫在我的封衣外套外面 然後讓它變成像一個洋風的樣子 欸我覺得蠻可以的耶 所以其實你可以買咖啡色應該也會很搭 就是可以搭在這種大衣上面 我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才買尺寸比較長 只要講我買85 因為如果你買80的話可能會不夠長 我來試試看其他的可不可以 KUJI的85我就覺得可能對我來說會有點太短 真的 白胖 好像也是可以啦 就是也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顏色真的是很好看欸 覺得這幾條都買得非常值得 分裸色的搭起來大概會是這樣 好 本正呢今天的影片就是主要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近突然很愛的精品皮帶收藏 那我真的覺得皮帶會是一個蠻好的投資 然後如果你們對這些皮帶有興趣的話 我分別把這三條的連結都放在底下 那有折扣的話也可以加入我的精品購物社團 我會不定期的把有折扣的消息發布在上面 或者是如果突然間我看到哪幾款有貨 或是有尺寸我也可以公佈在上面 然後你們就可以趕快買 因為有沒有打折真的便宜很多 像KUJI這條如果沒打折的話 台灣就真的一萬多 那有打折的話在網路上大概六七千塊就有了 差了一萬塊就省了很多啊 所以就想說來拍這支影片跟你們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掰掰